哈囉 大家好 我是波皮 今天呢 不分享化妝品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的五本書 就是這五本 那我會一一按照我看的順序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分享一下這幾本書 第一本呢 是月經不平等 那它裡面呢 切入的點可以說是各式各樣 那我個人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它其實有各種不同面向在講不平等這件事情喔 那我裡面印象比較深刻的呢 就是說它有一段在講說在歐洲有一些國家 因為其實我們會覺得歐洲國家大部分都很先進嘛 但它就講說像歐洲有一些國家呢 生理用品的稅率是20% 可是比方說像女子這種奢侈品 她的稅率甚至可能只有7% 就是像這樣子的不平等 但是呢 我覺得比較厲害的是說 它不僅舉證了各式各樣的不平等 就是不管是宗教方面 信仰方面 或是說一些男女權利啊 或是說大家對一些詞彙的看法 因為呢 它裡面有一個講到 就是像有些人他可以很自然的可能講說 比方說當父啊 妓女這樣的事情 雖然我覺得我不會很自然講出這些話 但是它是說 像我們在講月經的時候可能會小小聲的講 或是會講說是大姨嗎 或是一些其他的代名詞去講這件事 然後呢 書裡它還有解釋到一些字的來源 或是說一些習俗的來源 它是怎麼樣跟我們的 所謂的生理期跟月經有關 那除了這些以外呢 它也會講到說 月經也許它在醫療上面會有一些突破 它會有一些幫助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本書它並不是一本很好入口的書 因為它裡面其實很多數據啊 研究或什麼 但是整體而言呢 它是一本很能夠增長知識的書 第二本書呢 是前湯 那相較於前一本這一本的議題 我覺得相對來說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前湯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澡堂 那它其實也是一個日本特有的文化 我個人對這還蠻好奇 所以我就買了這本書這樣子 那它前面呢 比較是在講一些 關於前湯的歷史啊 與淵源 然後後半段是在講一些 它實地考察了之後 一些比方說前湯的外型啊 或者是說那個前湯本身的歷史跟樣貌之類的 那這一本書我個人覺得 比較有趣的是前半段 就是它在探討一些 前湯的由來啊 歷史遠遠啊 或者說 欸有些東西為什麼會建造成這個形狀 為什麼前湯的外型會跟寺廟這麼像等等 那當然它有講到說 為什麼前湯在日本它是可以發展起來的 然後曾經在前湯裡面 甚至還有幫人家洗澡這樣子的職業等等 我個人比較喜歡前半段 那後半段對我來說就比較像是一些流水障 因為它畢竟就是四處探訪之後寫下來的心得 所以前半段我會覺得說還算蠻精彩的 然後後半段我會覺得說稍微有那麼一點無聊 但是這本書呢 如果說你對一些歷史方面 或者是說一些民俗方面的東西 算是有興趣的話 是可以買來看一下 然後第三本呢是神醫系的裸體 那在我這一批看的五本書裡面呢 我其實看完之後最喜歡的是這一本 但是這一本書我覺得它裡面探討的 它所陳述的一些東西 當然也是很殘酷很讓人悲傷的 這個作者啊他探訪了許多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 然後他主要去探訪的呢 都是一些可能比較社會底層的人 或是說去一些比較落後甚至是戰亂的地區 那他去分析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 應該會講分析好像不太對 就是他去真的跟這些人生活在一起 去感受他們的生活 那我個人覺得呢 這個作者其實還蠻厲害的 因為這一本書裡面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所謂比悲傷還要悲傷的故事 這真的是你看了之後會覺得說 哇現在我們已經是21世紀 這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過著這麼好的生活 為什麼還是有一些人他們必須要過這樣子的生活 那我就不劇透了好不好 但是呢這個作者的文筆很好 所以說當他在寫的時候 其實你是會忍不住可以一直看下去 雖然這些故事一邊看 我真的每次看我都一直在落淚 因為他真的裡面描寫的東西太可憐了 但因為我們對於伊斯蘭國家也是比較陌生嘛 所以藉此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他們的一些戒律啊 或者是說他們一些比方說一夫多妻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教條或者是制度 我們也可以得知這些事情 如果說你喜歡看一些文字非常流暢 然後很深入的故事的話 這些都是實際的故事 我會蠻推薦這一本書 這是五本裡面我目前最推薦的 再來第四本最低 那其實就是日文的賽德 那這一本書呢是一個 已經作為AV女優出道的人寫的 那裡面呢總共有四個小故事 我覺得算是那種真假餐版 然後以還蠻優美的方式寫出來的故事 你不會覺得說可能有一些字讓覺得噁心啊 或是不舒服什麼之類的 那這本書一開始推出的時候 我其實就知道 因為它有號稱是AV界的火花 火花這本書就是評價也是蠻好的 那跟我預期的不同的是 我本來預期可能它會是一整個長篇的故事 但沒有想到它是四個短片 然後在這四個短片裡面呢 它可能以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去出發 比方說AV女優本身 或者是說經營AV女優經紀公司的那個人 或是說AV女優的女兒等等 它就是用這種方式去撰寫 所以每一個故事之間呢 它們會稍微有點關聯性 但是它又是獨立的故事 那相較於前面三本書呢 這一本的撰寫方式 我覺得也是相對比較好入口的 就是你會比較容易閱讀 然後會比較能夠專心在故事上面 所以如果說你偶爾想要看一本書 但是你沒有想要看很多字 你沒有想要看一些很複雜的長篇大論的話 然後我覺得這一本相對於其他本 算是一個還蠻好的選擇 最後一本呢是這個 台灣 等一下我看一下喔 名字有點像 背霧節的台灣老地名 每次其實問我說 你看那本書叫什麼名字我都回答不出來 我知道台灣老地名 OK反正就是背霧節的台灣老地名 那這一本呢顧名思義 你也知道它就是在講一些 跟地名 台灣的地名有關係的事情 那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比方說它會講說 呃 迦娜 大家娜這個地名 跟凱達哥蘭之間的關係 然後大家娜跟蒙甲 它之間的地緣關係 或者是說它們之間又有什麼不同 然後中立的立 那個立它是什麼意思 它是什麼樣的由來 然後或者是說 呃 像台語不是會說 駕鋼耶 那駕鋼耶這個說法 它是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人家會這麼說 諸如此類一些 關於台灣的地名的 一些考察 然後還有一些歷史淵源等等 但是呢 我必須要說這一本書 在這五本書裡面 算是 呃 作者寫作的方式 算是最不好入口的 因為它的寫作方式呢 相對來說還是 比較 嗯 怎麼說比較嚴肅一點點 然後比較做論文 比較做考察的那一種寫法 所以我覺得可能 如果說你平常 沒有這麼習慣看書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說 看起來會有一點發味 但是裡面你可以獲得到的知識呢 我覺得算是非常豐富的 尤其我們生活在台灣 其實很多關於台灣本地的事情呢 我們並不是那麼樣的了解 因為我們的課本上面不會教 我們上網查 可能很多也查不到 所以 呃 如果你想要了解這些資訊的話 這本書我會很推薦 只是你要耐著性子看一下 那以上這五本呢 就是我最近看的書了 希望 呃 對於喜歡看書的人 或是甚至每一都喜歡看書的人 有一點幫助我就是 如果你們想要假去配的話 那雖然平常是蠻常看書 但我好像是第一次拍攝這個主題喔 所以如果說你們喜歡這個主題的話呢 請你留言給我 告訴我就是 你喜歡這個主題 或者是說呢 你有想要推薦給我的書 你也可以在底下推薦給我 或者是說 你就是對今天哪一本書 你會很感興趣的 也歡迎你留言告訴我 還是說今天這些書裡面 剛好有你看過的 也很歡迎你跟我分享心得 但是不要劇透爆雷啦 我很怕就是有一些 打算看書的人被一爆雷之後 就是一股氣有沒有 你知道有些人會說一些什麼 爆雷你了 OK我就不多說了 那如果說還有什麼 如果說你想要了解我平常是 怎麼看書的 我看書的習慣是怎麼樣 因為我看一本書的速度還蠻快的 你如果想要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你只可以留言給我 好奇怪喔 OK那就是如果說 呃我也只能 叫你上網站去看一些美妝的資訊 如果說你有些美妝排行榜 什麼東西想要看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 如果你想要看我 分享書籍或音樂的話呢 也歡迎留言給我好不好 然後想要看我拍什麼主題 也歡迎留言給我 那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就這樣子喔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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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